风则中浮 中浮 屯于吉 密设大川 逆争 初九 于吉 有他不厌 九二 明赫在阴 其子何之 我有好觉 无于耳迷之 六三 得敌 或谷或疲 或气或歌 六四 月己望 马匹王 无救 九五 有福 鸾如 无救 上九 汉阴 登于天 真凶 团阅 中浮 柔在内而刚隔中 月而顺 浮而化邦也 屯于吉 信吉屯于也 密设大川 陈木舟 虚也 中浮 以密征 乃应乎天也 项曰 折上有风 中浮 君子以抑郁还死 中浮卦 象征成性 成性施集到愚顿无知的小猪小鱼身上 从而感化了他们 因此获得吉祥 密于色月大川大河 密于坚守中正之道 相词说 中浮卦的卦象是对下顺上 畏则上有风 风吹动着泽水之表象 比喻没有诚信之德 施集不到的地方 说明极为诚信 君子应当效法中浮之相 广施信德 慎重地谈论 刑法送欲 宽缓缓死刑 初九 于吉 有他不厌 相曰 初九于吉 智未遍也 初九 能安守成性 可以获得吉祥 如果另有他求的话 就会得不到安宁 相词说 中浮卦的第一摇位 能安守成性 可以获得吉祥 是因为其没有他求的志向 没有改变 九二 明赫在阴 其子何之 我有好觉 无语而迷之 相曰 其子何之 忠心愿也 九二 赫在山的北面名叫 他的那些同类们 一声声地印合着他 我有唇香的酒酱 愿同你一同畅饮 相词说 贺的那些同类们 一声声地印合着他 说明他们表露出内心的意愿 六三 得敌 或骨或皮 或气或鸽 相曰 或骨或皮 为不荡也 六三 面临强劲的敌人 或者敲起战鼓发动进攻 或者冰疲 降伐 而致败退 或因为惧怕敌人的反击 或由于敌人 不加侵害 而高兴地唱歌 相词说 或者鼓起战鼓发动进攻 或者冰疲降伐 而致败退 均是因为六三摇 居位不正的缘故 六四 月己望 马匹王 无救 相曰 马匹王 绝类上野 六四 月亮江源 而未盈 好马失掉了匹配 不会有什么祸害 相词说 好马失掉了匹配 是指六四摇 诚信专一 断绝与同类之间的交往 而专心侍奉君主 九五 有福 轮如 无救 九五 具有诚信之德 并以其千系天下人心 天下的人也与诚信相合应 所以没有祸患 相词说 具有诚信之德 并以其千系天下人心 是指 居位中正适当 说明忠心诚信这种教化作用 可以施及整个邦国 上九 汉阴灯于天 真凶 相曰 汉阴灯于天 何可常也 上九 辽高飞着 鸣叫声响测天空 有可能出现凶险 相词说 辽高飞着 鸣叫声响测天空 这种声音虚而不识 声高于晴 怎么可能长久保持呢 这个程度干活 goal 喜与之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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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